原始点医学完整版 张昭汉医师著2021年11月出版发行 12.总论 1.原始点医学概要 原始点医学是放空之鉴从零开始 点点滴滴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 研发之初先是重用内热源 之后通过找出压痛点按推 以归纳出一条脊椎与七处原始点 其后又发现外热源的重要性 经而确立 症状经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无立即知效可按推换处痛点 外内热源之姜汤、姜粉、姜粉泥 可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并在临床上经不断烟发归纳 从而总结出 通过观察症状 善用医疗保健支援 就可从骨推阴 从阴处理 以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由此可见 原始点是以按推与热源做出来的 其因缘果理论及诊疗方法 就是在此实证基础上 总结升华而成的 所以才能建立起一个 说到做到的 崭新医学体系 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宇宙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定律 例如种子没有了土壤、阳光、水分、空气等 外在条件的协助 是不能生长、发育、开花结果的 将此种子辟育为因 则外在的土壤、阳光、水分、空气等条件 就是缘 长出的果实就是果 此及众所周知的因缘果道理 为了理清疾病由来及疗愈疾病症状 可用上述指因缘果的理论加以阐明 因缘果本是假设的名词 彼此相待而生 为方便表述 先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 则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因 及对身体有益或有害的缘 即与之相对待而成立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影响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通过观察 疾病表现为症状 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 通过仪器检查结果 疾病表现为组织受损 衰老表现为异常 而疾病与衰老皆属果 其因则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体伤分为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 可直接产生症状及异常 热能不足可影响体伤 再由体伤导致症状及异常 缘可分为医疗保健之善缘 与伤身致病之恶缘 善缘 如正确按推 善用热缘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等 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重获健康 恶缘 如生气 压力 劳累等 会消耗热能 加重体伤而产生症状 但有些恶缘 如车祸 摔伤 烫伤等 则可直接造成体伤而产生症状 由上可知 因药影响果 必须借助缘 同理 缘要影响果 也必通过因 单一的因 或单一的缘 都不会影响果 必须要因缘具足 果才会改变 切末 切末在诊断上 将果作因 如把热向症状的果 当成热性体质的因 而使果与因混淆不清 或错认果 如衰老是果 疾病也是果 却老病不分 将衰老异常 当成疾病本身 无端地使病人变多 或倒果为因 如将异常 即组织受损的果 当成症状的因 而说 疑病多因 或果生果 或在诊断上 弃因谈原 不谈体质差异的因 却谈伤身致病之源 如细菌 病毒等 可导致疾病 而说原生果 或在治疗上 弃因谈原 不谈身体运作的因 却谈医疗之源 如疫苗 新药等 可预防疗愈疾病 而说原质果 有疾病 必有体伤 身体 为了自我修复体伤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故治疗疾病 当从因着手 用诸善缘 同时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此外 要发大心大愿 随时关照内心 反省明察 断诸恶缘 如此则因变果转 治病不难 否则舍因 如果 祸福难料 为治者明断 二 原始点医学 与古典中医 西医智慧精髓 一致 最能代表 古典中医智慧的 是两千多年前 皇帝内经中的十六个字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 其气必须 热能充足 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而无体伤 即是正气存内 身体 身体无治病之因 此时虽有病邪之缘 此因比缘 不能和和 故邪不可干 反之 病邪之所以能入侵人体而治病 必是热能不足 且有体伤之故 在诊疗上 中医所强调的是 辩证论治 固本培缘 即是通过辩体质 及药性 以采取恰当方法改善体质 辅助人体正气 使组织器官恢复正常运作 身体才能免于 疾病的威胁 从而达到 自我疗愈的目的 代表古典西医的是 西方医学之父 古希腊的医圣 西波克拉底 巴克提斯 约公元前460 至前370年 他有几句经典名言 一 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 是真正的治疗者 2. 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自然疗愈力 是获得康复的最大力量 3. 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得病 比知道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更为重要 因此 他的医学思想核心 也是基于人体自然疗愈力 强调采取有助于人体自然预付的措施 是治人重于治病 与以人为本 辩证论治的思想是相通的 所以 从思想根源上说 古典中医新医都是内求的 以身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为中心的医学 原始点医学 则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切入 通过实证 发现没有医法 也没有医药 可以单独治病 所有的手段只是一种源 终须内求与身体的正常运作 即源必须通过身体热能作用 即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以达到防治疾病 促进健康的目的 这个独特发现 正与古典中医 西医的智慧 不谋而合 尤为可贵之处有二 一是通过一条脊椎 与七处 找出压痛点按推 不仅可快速解除 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 或无形 还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已病或未病之体伤位置 使诊疗得以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二是通过观察体力虚弱病症 之有无 就可分辨疾病之轻重 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此即轻重症 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重病 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 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如此才能针对病情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 有病可速遇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无病亦可强身增寿 预防疾病 使中医 固本培缘 及上工致胃病的 保健养生观念 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由于原始点医学在按推与热源应用上的突破与创新 因此才能波云渐日 明了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并从生活中 以医疗保健支援 所做出来的众多案例 进一步证实了 热相症状并不表示热性体质 因而能够将中医经络理论 四诊心法 及一针二九三用药 进行全面的简化与改良 使其脱胎换骨 形成了诊疗合一 以及更易普及的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保健医疗方法 总之 古典中医西医强调的 人体本有的正气或自愈力 如果说过去因缺乏有效的操作方法 以致逐渐被医学界所淡忘 转而极力外求 医器检查 以及药物功效与手术疗效 随时诊断与治疗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原始点诊疗合一 与保健医疗方法的诞生 终于可为此提供一套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正气 激发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功能 从而达到有病可素育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瘦预防疾病 所以原始点医学 真正代表了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 更是对人类医学发展 由博返约 化繁为简的大胆探索 以促持医学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 落实于生活中 一人为本 一并为师 永远不停步 永远不停步